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ANA這篇文章 代言的是我們的志玲姐姐 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喜歡 那我為什麼會寫說哈日主一定要必備呢 因為你就是常常去日本 所以ANA卡呢 你累積的里程可以讓你換金票 非常非常適合大家一直配 那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我們這一次 因為我兩年前帶全家人一起去日本玩玩 然後換了就是東京跟福岡的機票 中間有停東京 我其實在去年的11月10月的時候 我有換了我們全家一家7口的機票 一樣也是要去日本玩 這一次的換法的話 我是用ANA的里程來換長榮航空的機票 我以為長榮航空它其實對有航換票的數量是很少的 卻沒有想到我這次居然換了6個位置 都在同台北京上面 你如果要累積里程兌換機票 你不想只搭ANA 你也可以換長榮 我覺得這是可以用ANA的里程來做這個換有航 只要是星空聯盟我們的機票 都可以去換到 都很不錯 因為你如果換台北東京來回機票的話 淡季是1萬7 普通季是2萬 然後旺季是2萬3 如果你是拿這個ANA的里程來兌換長榮航空的機票 你只要2萬里程 所以如果你換的時間是普通季去兌換機票 那等於是你在這個ANA的官網 兌換ANA機票跟兌換長榮的機票其實是一樣的 不管怎樣我都覺得它是比這個 所謂的超榮航空聯名卡 還要有這個所謂的競爭力 雖然說它要講的年費 極致無線卡要2萬 但這張卡片只要6000元 我們來看一下這張卡片 基本上的刷卡權益 我會覺得如果你願意支付年費的部分 你一定要先上到極致卡 或者是無線卡的部分 基本上就是10元1里 如果換成現金回歸大概是6%左右 因為中線的話是1里算你0.6元 在國內的部分就是一般普通是20元1里 然後你除以0.6來算的話 基本上就是3%的回饋 那你在台灣的信用卡裡面 也很少找到有國內3%海外6%回饋吧 沒有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我是覺得它的回饋率還是基本上比較好的 那我在這篇文章裡面也有想到 也有跟大家分析到 如果你是用精緻卡 或者是商務預期卡 你拿到的回饋比率會再低一點點 這是用相處就知道 大概是4% 然後這部分的話 大概就是只有2卡了 比較低 那最後這個白金卡跟預期卡的話 因為它30元跟4元1里 真的回饋率太差了 它雖然說不用繳年費 但是我覺得它不值得補辦 因為不太實用 你如果全家人的年刷卡額 可以到50萬以上 就很適合辦這張卡片 那每一張正卡 它繳的年費6600 副卡繳的年費3300 你可以享有的是 2趟的機場接送 跟4趟的機場貴賓室 這些東西如果又好又滿 絕對回本 第二部分的話就是說 當你拿4張卡片下來 你要刷一些滿額 可以拿到什麼東西 當你繳年費之後呢 你只要刷2688 它就送你2000里 5000里1.0.6元的話 基本上就是送你3000塊錢 第二的話就是 副卡的話是 繳3300年費 然後刷2688 就可以拿到2500的領程 這個也是一樣的 就是你去換算一下 你就會發現其實你的年費 是可以回本的 精緻卡跟商務預期卡 它的門檻比較低一點 它的年費就是2000塊 然後副卡是1000塊錢 再更低一點 那白金卡的部分的話 它送你的是金美桌麗 但是它基本上就沒有 這個所謂的瑪格麗了 送你桌麗 那你還不如來參加我的紅棟 多拿一個掛力回家 你知道嗎 這60天內它有一個加碼 就是你只要60天內 刷20萬 你就可以拿到這個8000里 所以經過我仔細的換算之後 我會發現它其實是划算的 你如果全部都拿來刷國內 你可以做什麼事情 你可以拿到多少 簡單算一下 20萬除以20就是1萬里 那繳年費刷2688就可以拿到5000 這樣就1萬多 然後這個2萬 刷20萬拿到8000 你加起來就2萬3 2萬3你可以幹嘛呢 如果你把它除下來的話 你會發現 20萬除以2.3萬 你可以拿到大概是8.6元一里 這當然跟我們的ONI卡不能比 但是反正國內ANA你也只能夠用這張卡片刷 所以我覺得它算是蠻划算的 你可以兌換的部分的話 其實2.3萬里 其實你都可以去使用 淡季、普通季、旺季的部分 都可以兌換ANA的台北、日本 來回經濟商機票 很不錯 像我前年帶全家人去日本玩 我們換的是普通季 就是2萬里的水準去兌換的 所以2萬3千里其實是還算蠻划算 蠻優渥的 因為你只要刷20萬 其實就是東京來回技巧 我覺得美敗 那如果你這20萬呢 是刷在海外的部分 你可以拿到多少呢 我們來看一下 20萬除以10 就是你可以拿到2萬里 然後 獎年配刷2688可以拿5千里 這樣加起來就是2萬5千里 20萬再加碼上8千 所以加起來是3萬3千里 這3萬3千里可以幹嘛呢 你其實只要再多刷一點 補個2千里進去 你就可以兌換ANA的台北日本 淡季的來回商務艙 淡季來回商務艙 只要3萬5千里就可以兌換到了 我覺得這個 從這個換算下來的話 基本上是刷卡是6個億里 其實也算是蠻優渥的 這部分的話呢 商務艙我覺得 每個人的一生 至少都要去體驗一次 商務艙跟投股艙 會打開你的視野 你可以去看到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這是很有趣的一個人生體驗 你不用花錢買貴鬆鬆 商務艙跟投股艙 你只要用旅程 用你平常的刷卡累積消費 來兌換里程 這也是一個很有趣的玩法 如果你們一天到晚 都是在累積現金回饋 我非常建議你們去 繼續去算一下 如果這個東西是你們 全家可以offer 可以一起去衝衝看的 非常適合去試試看 因為這個會蠻有趣的 對我來說就是 當我入了里程坑之後 其實我就出不來了 因為刷卡累積 里程兌換機票 真的是一件 非常非常美料的一件事 我非常建議大家不是說一定要去辦它 而是你們一定要仔細的去思考 你是不是可以刷到50萬 當你有50萬門檻過了 我覺得你累積的里程 你的年費才會回本 雖然說你第一年 你已經把它那些權益都用好用滿了 如果你機場接送都用不到 機場貴賓士也用不到 那你真的沒有必要辦這張卡片 這張卡片是有剛性需求 而且你會把它用好用滿的人才划算 好不好 所以這張卡片對我來說也是某種程度的無寶卡 那我在昨天前天危機 在我線上加辦這張卡片了 它可能下禮拜一就會送到 我會做個開箱 那也是一樣就是會跟大家分享 然後這次我也很誇張 是我辦了一張正卡跟四張副卡給我們全家人 我們全家人2020年就是兩張主機卡 一個是遇上歐尼卡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的 JNA的Visa無線卡 兩張卡片分著用 這個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就是好玩 這是一起刷卡累積 米城全家出國去玩 對我來說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而且是我能力所及能夠孝順父母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們也跟我一樣 是三明治的夾心組 就是上有老下有小 那你們想要就是從生活上的支出 去回饋父母的 你也可以投入這種方式 不用額外花錢 只要認真刷卡 就可以換機票給家人去玩 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來自我來自從這個地方 我來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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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的